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邦少安姐 说炒花生米,相信不少人都喜欢吃 也是很多人的下韭菜 但是不少人发现,自己在家炒的花生米不好吃 那怎么办呢? 今天教大家一个炒花生米的小技巧 这样炒出的花米是又香又脆 赶紧给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第一步,需要清洗花生 这样可以洗掉花生上面的灰尘和杂质 时间不易过久,大概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把水倒出 然后沥干水分 像这样过一遍水,炒花生时也不容易糊 炒花生米时一定要热锅冷油 先把锅烧热后再加入油 这时将花生放入锅中 为了让花生均匀受热 一定要不停的翻炒 炒花生米要调中火 千万不要大火,容易将花生炒糊 当听到大声的琵琶声音 我们就可以关火 关键的一步在这里 把白酒倒入锅中 现在就可以关火了 用锅的余温再翻炒几下 我们加入白酒可以让花生变得非常酥脆可口 并且不易受炒 口感会一直很好 炒完的花生米我们要放凉之后加入盐 这样食盐就不会融化 可以很好地裹在花生上 现在花生米已经完成 不仅不糊锅 而且非常香脆可口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炒花生米的小技巧 大家学会了吗 想看更多使用有趣的生活妙招 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